桃園市传出一起家庭照顧工人失調案 一名產婦住院生產時 竟然要求自己年僅6歲的兒子留院幫忙照顧 家房中心接獲醫院通報 找到了已經出院的產婦家 發現屋內混亂不堪 而且新生的小嬰兒也只用枕頭套包裹 目前社工已經緊急介入安置 由機構照顧 並且協助教導產婦育兒之能與技巧 小小的身軀推著輪椅擺放物品 仔細一看這個電鍋重量可不輕 換個鏡頭繼續看 小男孩走上前用力的推開大門 醫護人員協助將要帶走的物品推出門外 但怎麼看就是不見男童的家長 事情發生在桃園17號 一名產婦住院剖婦生產 期間僅一名男子父親10萬生產和住院費後就離開 沒想到媽媽進向學校請假 要求年僅6歲的兒子留院照顧 更扯得還不止這一樁 媽媽疑似有屯物屁 病房內的物品一大堆 出院後直接帶著剛出生的女寶寶回家 讓男童獨自整理到凌晨一點 院方見男童在醫院吃泡麵 又自行搭車返家連忙通報 社工就接同員警到住家的附近社區去蹲點等候 後趁著這個男童下樓 我們就跟隨到家裡 家房中心接貨通報卻持續無法聯繫到家長 經遠景協助才進入住家 卻看見環境混亂不堪 剛出生的寶寶只用枕頭套包裹 詢問媽媽寶寶餵食的時間也回答不出 金社工評估將兩名孩童緊急安置 未來也將安排育兒人員指導 要給小朋友一個能正常長大的家 記得林祝強台灣的菜本報道 革命運用